達達家獅子家沒有獅子 也沒有場景 也沒有斑埋 也沒有氣 我沒聽錯本來 他說他們會吃割下來的包皮 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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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出名嗎 好 大家好 我是Celine 現在是我在瑪達家獅子家的第九天還第十天啊 今天呢 是一個我很期待的行程 就是我終於可以在瑪達家獅子家裡面露營了 然後我現在在的地方其實就是瑪達家獅子家最最最有名的國家公園 叫做 Isaru National Park 然後 它其實有點遠 來這邊需要off road 所以有一些人來 就是除非特別愛爬山或露營 其實會略過這個地方 但是 我本人當然是不會錯過啦 很多人呢 都是進來 Day trip 的 但是 我們選擇了在裡面的露營地過夜 所以這支影片我就打算 記錄一下 在 傳說中瑪達家獅子家最美的國家公園裡面的 兩天一夜的過程 然後會跟你們分享 我覺得這趟 進來 就來到這個南部知名的國家公園 這裡以獨特的地形跟生物多樣性而聞名 你可以看到岩石峭壁峽谷 平原景觀跟天然游泳池 除此之外在這裡你也可以找到瑪達家獅子家的特有狐猴 各種昆蟲 鳥類跟植物 為了要好好體驗這個地方 我們決定戴上兩天的時間 我們決定戴上兩天的時間 有些個冰耶 我面前是綠綠的樹 然後有一個貼藍的霸可以沖 所以這個很爽 這個很爽 現在找個露營叫做 Dancing 露營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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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這個叫做Brown Liman 好可愛喔 瑪達家獅子家真的是太大了 目前是我來非洲 覺得最好玩的地方 很希望我可以一直記得 在瑪達家獅子中 很容易感到幸福 很容易知足的感覺 我們其實是昨天晚上到Isala旁邊的Villig找了一個巷島 然後他還幫我們安排在裡面住宿的一切 所以我們其實都是青莊而已 在後面就是一整片的荒漠平原 我們現在要走去山上 然後祝福是在夜中 在夜中,然後15分鐘前晴天 我沒聽錯吧,他說他們會吃割下來的包皮 他們有一個習俗就是晚上的時候 他們會先跳舞,然後有節慶 然後日出前15分鐘要把兒子的包皮割下來 然後父親要吃掉,去證明說這個是我的兒子,我認可他 然後經過這個儀式之後,他的兒子以後死亡 就可以入葬在這個公園裡面 你也會做這個嗎? 對,我的兒子 我有一個兒子 然後我吃了兩次 因為,你知道嗎? 醫生先剪一剪,然後我吃了 然後5分鐘後,我跟血液有小的生命 那就是,你不要把血液放進去 然後他把血液給他們 然後他把血液洗掉 哇 馬達加斯加賓 這個是馬達加斯加 才有的一個小花 然後說,胃痛吃有用 而且也特別是 它會出現在這種荒漠裡面 然後這樣子 紅紅的一點一點 如果有人在公園裡 他把血液放進去 讓他把血液放進去 祝福 噢 我們可以做這個嗎? 對,你把血液放進去 讓他把血液放進去 許願 這裡騎鯨魚的男人 這個 這夜晚,他有辦法幫他搭乘嗎? 不知道 我們現在要在這裡剪一顆順眼的石頭 丟上去那個石堆,可以許願 不要找到石堆,就把手放進去 噢,不! OK 找到了 OK 有在 我剛剛取的院是 我希望我可以一直記得 在馬達加斯加之中 很容易感到幸福 很容易知足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 這趟旅程 目前交會我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對,然後就在剛剛呢 就是 就是我想要飛空拍 那小島跟我說 不能飛,這邊有 就是飛你有申請這樣 然後我就 覺得他 因為這邊真的超漂亮 這邊真的是大景 直接不能飛 然後馬上想到 馬達加斯加教會我的 我應該要知足了 我可以 身在這裡 用眼睛看這個地方 就應該要感覺很幸福了 不可以有這種 好可惜的念頭 前面的地貌開始有一點點變了 我們要 進入一些大石塊的區域 目前走起來其實 都非常的輕鬆 然後景色非常漂亮 好可惜的 好可惜的 來了 哇塞 現在有一種 我們是獅子王的時候 底下的動物 獅子在哪裡 我們要跟大家解釋一件事情 馬達加斯加沒有獅子 也沒有場景 也沒有斑埋 也沒有氣 也沒有氣 不要再搞錯了 他們是動物園 跑過來了 因為很多人私訊他說 你要去馬達加斯加 看動物大遷徙喔 馬達加斯加是卡通 好飛回來了 剛剛鳥直接從你後面飛過耶 我拍到了 現在腳下的景色 好漂亮的 而且還是這個hike的 剛開頭而已喔 現在越來越期待了 只有乾淨的地方 只有乾淨的地方 可以有這個 對 沒有水 很乾淨的地方 才會有的植物 除了景色之外 這個國家公園 讓我印象深刻的 還有它實在有太多 你在其他地方 看不到的動植物 因為馬達加斯加 自古以來 就跟非洲大陸隔絕 讓這個島上的生物 在漫長的時間裡 自由的進化 形成了特有的物種 加上人類 對這裡的影響比較小 讓這些物種 能夠更長時間的 保持原有的進化路徑 導致超過90%的爬行類動物 跟80%的植物 都是這裡的特有種 動植物迷 真的不能錯過馬達加斯加 這個動植物迷 這個動植物名是 Pakipodium 那是南京的名字 Pakipodium Elephant Feet Elephant Feet Elephant Feet 這個動植物迷 超過400歲 對 這個地方 跟那個寶寶樹 是同一個家族的 除水用的 然後乾淨的時候 葉子會 掉 會長花 你們看得出來嗎 它是一個 竹節蟲 它被我煩到 在動了 啊 真的好可愛喔 What's this? 那裡是 空洞 你知不知道 全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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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是花 那邊是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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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莊有人過世啊 就會把骨頭 放在像這樣子的 就是 暫時的墳墓裡面 然後 等到它 就是都 風乾了 剩下 就是骨灰的時候 再拿去 葬到最後的地方 棺材上面其實有代表著很多不同的意思 這邊的巷島應該都是這邊的所謂的巴拉人 就是這裡的村民 所以它會跟你解釋很多很多他們的文化 順便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是馬達加斯加的形狀 伊撒爾在這邊 靠近西南邊的地方 我們這一次就是玩西邊跟南邊 這樣就已經玩兩個禮拜了 你要整個玩好像要超過一個月 馬達加斯加真的是太大的 但是我覺得目前是我 然後 來非洲 覺得最好玩的地方 今天的景點 你們跟我一起看 哇 很漂亮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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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飛過來有點可惜 但是 用眼睛看非常非常舒服 真的 就是在這邊拍照 你不會想要拍那種大大的人像 想要拍那種 人像小的 世界很大 然後你小一點 我們都是沙塵 對 我們在這個國家公園裡面 很像一朵沙塵 這樣 兩個人突然坐在這裡約會耶 這是給你們 這是給我 這是給我 我們需要一些藥 可以再說一下 你的名字在馬拉加斯嗎 馬拉加斯 我的名字是媽媽 這名字在馬拉加斯 是甜的 是甜的 很甜的 很甜的 很棒的 很棒的導遊 我們剛剛 就是一路走這條過來的 然後我看的就是下面這片景色 昨天應該就是住在一個village裡面 就是離這個國際公園最近了 我們在這邊休息最後幾分鐘 就要去天然游泳池 我們要吃午餐了 就要去 好 好 這兩個超高的喔 超漂亮的 哇 嗚嗚 我說 露露幫我走一下 她說 那可以這樣走嗎 還蠻好看的 還蠻好看 還蠻好看的 我剛剛在想說 奇怪 這真的是 我們早上爬山那個地方嗎 這個看起來什麼都沒有的荒原嗎 然後走竟然居然有一個 天然的 綠洲水池 還有沙灘 哇 好冰欸 水池 好冰欸 好冰欸 這是淺淺的水 我們以前是綠綠的樹 然後綠綠的泳 然後有一個貼藍的霸可以沖 這個很爽 這個很爽 應該就會在這邊混個一個多小時 游個泳 然後等一下就會慢慢的走到我們今天的路人定 這個石子旁邊就是這種 這個石子旁邊就是這種 種這些樹 然後 木屋旁邊還有這種蕨類 很像有人刻意蓋出來的 對 大自然的樣子 我跟你們說 這一次呢 器材少一大堆 然後我一直跟自己說 拍一點點就好了 重要的在拍 然後 但是每個東西我覺得很重要很漂亮 然後現在全部的相機都已經快沒點了 但我們現在要在下午4點前 趕到我們的營地 到我們的今天的營地了 有些做最好的就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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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的時候 帳篷都已經搭好了 我們可以去洗澡 可以喝什麼嗎 對 先喝一杯 然後我們要去吃飯 然後 然後 這個應該會是我們晚上的餐桌 很好捏 在馬達加斯家的烛光晚餐 其實吃得還蠻好的 雞肉跟菜跟飯 OK 不拍了 吃飯 吃飯 我現在嘴巴裡都還是我的早餐 幹嘛就說 走走走 去看Lima 有預約 8點 8點 對 很奇怪 早上8點就真的是8點 現在7點55分 現在走的Lima叫做 dansing lima 因為她走了的時候 像在跳舞一樣 jewels 她的小孩在妙的背上 一對 Dancing lima母乳 Oh my god 剛剛只看到了一下下他在那個跳的動作 不想再等 可是好像他們要在那個樹上 是一陣子他們的移動 想說算了 但像老說我們其實算是很幸運的 因為他們其實比較多的時候 就是是在吃東西 好可愛的 Limo家族 這個叫做Brown limo 你不夠跳 你要再跳一點 高 高一點 沒有人 好像不夠好吃 你繼續演 你繼續演 快點 A dancing limo Dancing limo here Dancing limo here Dancing limo 我們今天早上會在差不多走個兩三個小時 要去找另外一個也是漂亮的 swimming pool 就是一個小峽谷 尾巴 有一個瀑布 我們現在就是邊走 面前是峽谷 然後後面也是被 就是我們昨天走在上面的那個山包圍 還蠻酷的景色 然後下面就是我們昨天 就是家營的那個雨林 好多不同的景色喔 這個國家公園 我們才來兩天耶 不是什麼很難走的路 但是 很多元 是我目前對這個地方的感想 去我們最後一個泳池 我們又進入完全不同的地區了 石頭上面都長了一些蕨類 非常非常的涼爽 我們現在 來的是最後兩個池是 Groof and Black pool 對啦 因為今天沒有陽光啦 陽光照下來的時候 這裡就是藍色的 前面這個就是Black 它就這一個有如比擬身 這看起來油起來會蠻爽的耶 真的很黑耶 它的石頭啊 然後跟它石子的顏色都還蠻深的 給大家準備回營區 吃飯吃烤肉 準備結束伊沙羅的行程 我現在就在回營地吃飯的路上 做個這支影片的結尾 我覺得這個地方好玩 然後真的很多元 很值得來 不只是這個伊沙羅 National Park 整個馬拉加斯加給我的感覺就是 它很像是一個非洲還沒有被 發現了一個寶藏 我們亞洲人要來非洲一趟已經很困難了 然後這個還要再 另外再飛到這個外島 然後大家可能都來一趟 就會特別想要看 可能動物遷徙啊 草原之類的 但是目前這個是我 造訪的第五個國家 我覺得馬拉加斯加是真的很特別 我也是覺得生命技術非常非常的值得看 但是馬拉加斯加 絕對是不只有生命技術而已 就像這個國家公園我覺得非常非常值得 然後這其實只是我這十五天中的 其中兩天的行程而已 我很推薦很推薦大家可以 親自來馬拉加斯加走一趟 不管是這邊的人文或是自然 或者是動物 真的都很特別 然後我很喜歡很喜歡很喜歡 所以就推薦馬拉加斯加給你們 還有推薦馬拉加斯加的這一個 Isalo National Park 那其實我們這是去的這些地方 其實一天走完也不是不行的 只是就會比較匆忙一點 然後如果兩天的話 其實有些人會選擇去一個地方 叫做Makit Canyon 它也是一個這邊漂亮的峽谷 但它走比較久 然後可能第二天就是得到下午 但是我需要在中午以前出去 因為我還要趕去其他地方 然後我會把這個巷島的流行方式 推薦給大家 最後就是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一個like 可以把影片分享給你 你對馬達加斯加有興趣的朋友 然後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對馬達加斯加還有什麼好奇的 如果你還想要看到更多 馬達加斯加還有非洲其他地方的 如果有影片的話 記得要訂閱開鈴鐺 怎麼那麼闖 好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那裡是有什麼好東西的 小孩 你覺得我們把小孩拿走 不… 他剛剛吵著我們飛來 我剛剛跟他講太多話了 對 你剛剛挑釁他